欢迎收看小高 近日阿迪达斯品牌发布消息 新任天津女牌队长 中国女牌名将李盈盈将亮相Adidas沈阳见面会 地点在沈阳市大东区沈阳大跃城驿馆一至二层 时间是10月30日15点至15点50分 在这个见面会上 李盈盈将分享自己的排球故事 训练心得及对未来的展望 值得一提的是 李盈盈的见面会将在天津女牌迎战强敌后 10月29日晚 天津女牌将坐镇主场迎战强敌上海队 而11月2日下午将客栈江苏女牌 在比赛见系 李盈盈会参加品牌见面会 看得出品牌对李盈盈很重视 说到李盈盈 不得不说她就是一个排球天才 从昔日的天才少女到国家队的绝对核心 李盈盈有着太多的排球感悟 要给大家分享了 而且她还是最新出炉的天津女牌队长 她将在新赛季带领天津女牌冲击17怪 其实李盈盈的实力早就可以做天津的队长了 之所以一直没让李盈盈做队长 是天津队对她的一种呵护 希望她能够在技术上专心提高自己 同时也在积累各方面的经验 笔者认为 现在正值运动壮年的李盈盈 有能力也有资历做天津女牌的队长 在场上和场下团结队员鼓舞士气 一直以来 对李盈盈呵护有加的师姐姚迪 也是乐见其成的 作为前队长 姚迪在排超的成就无人能及 现在也是她卸下重担轻装上阵 享受排球运动的快乐 并做好船帮带工作的时候了 其实不只是天津女牌队长 李盈盈甚至有资格做中国中国女牌队长 李盈盈的实力毋庸置疑 作为中国女牌主攻箭头人物 打了相当多的调整攻 而且还是前后牌强攻 李在这个女牌的作用 如同埃格努波斯 在各自队伍的作用一样 是进攻最强火力点 但欧美强力接引是不接遗传 而李盈盈要接三轮遗传 还是对方找人发球的重点照顾对象 体力压力比强力接引大得多得多 也是中国女牌最辛苦的人 所以让我们一起去见面会 听听李盈盈说些什么吧